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住的是黄小黄 这边住的是大美 这两个人是我们小区著名的大龄单身女青年 这俩人平时可好了 表面上 实际上 俩人按地里 你知道吗 就他们两家 比如说都让你来干活 你先给谁干 后给谁干 你干不好 你都容易摊上事 但是今天呀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 因为今天是黄小黄打电话找我 大美并没有找我 所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黄小黄 黄小黄 赵刚 哎呀 哎呀 大美 怎么会是你呢 哎呀 对不起大美 我走错楼层了 我应该去你们楼下照一家 对不起 我走错了 回来回来 来都来了 我这么好想找你有点事 你给我搬个忙行不行 行 啥事你说吧 我要洗个澡 咋的了你 大美 这事我帮不上你吗 你就放了我行吗 你想哪去了 你过来 你过来 我没说完呢 我是这样 我说我想洗个澡 是吧 然后我一进浴室 一看 花洒坏了 不出水了 我想让你帮我修去花洒 哎呀 你花洒坏了 是吧 你吓我一跳 你吓回你说话 你连着说 你别一鼓了一鼓了的 我没等说完 你就扶墙了 是不是赖我 扶墙还扶枣了 对 这样 大美 你先去 我一会儿帮你修 好不好 我在那等一会儿 等啥呀 啥意思 你就是每次 要帮我干点活之前 得先帮黄小黄干点啥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你 我怎么会帮花 我不是跟你说 我走错楼层了吗 黄小黄妹给我打电话 那我得赶紧修 先修了不就完了吗 走走走 多大点事 花洒坏了是吧 对就是花洒 快点 到底报个対无 thought 这 刚才这个有人 天门吗 是不是赵刚刚刚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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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哎呀 哎呀 欸 哎呀 咋的了 黄小华 刚才那声哀哑是你发出的吗 你吓死我了 你干什么玩意你没说哀哑哑哑的 你紧张啥呀 我啥也没说呢 我就敢看一下你就扶墙了 可是你没事你敢看什么呀 你直接说话不就完了吗 我说 我啥也没看见 你回来你回来 你回来你回来 你干啥 什么你就啥也没看见你 过来你还今天你就得看我们俩 你过来看 好吧 咋了你俩缺观众啊 缺什么观众啊 大美你跟他说一下 我跟你说你 解释清楚 你你你不用过多解释 这很正常点事 皇上我跟你说哈 是这样的 刚才我想洗个澡 然后就把赵刚才叫来了 解释了有问题 提什么洗澡啊 哇洒的事 对我的花洒坏了 对 你俩洗澡洗坏了 什么我俩洗澡洗坏 我俩没洗澡 花洒坏了 你咋坏的哟 不是 他本来就没想洗 对 后来我想洗了 后来我也没有想洗啊 哎呀 你别 不是 这个跟洗澡没有什么关系 大美 你不洗澡 花洒坏了吗 洗澡花洒怎么能坏呢 哎呀 你看看 不是你 我跟他说 大美 大美你别说了 你说的容易乱 你先回去 我来解释这事 好吧 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洒 好吧 你别忘了 我还需要洗澡呢 你放心吧 你回去吧 哎呀 他说 他说 你看什么呀 你那个 跟那个鸡刮的 是这样的 你给我收下来 真是 你别这么神神道道的 我跟你解释清楚啊 他呀 要洗澡 突然发现花洒坏了 让我给修一下 我一进一打开水 砰 那花洒就崩了 就这么个情况 我你还不相信吗 你修他家花洒 你敲我家门干啥呀 哎 不是 不是你打电话 让我来的吗 那你怎么去他家了呢 我是先敲了你家门 我敲完你没出来 他先出来了 他截糊了 明白不 不是 赵刚子你心里有点数吗 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 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啊 我说你别着急 啥急事啊 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 马上就要面试了 我急需俩模特 给我拍屏面照片 你需要模特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模特 我找你给我当模特 别开玩笑 我能当模特吗 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 你看你也说了 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 不是 我是准备花钱 人家模特吧 嫌我价钱给的低 不来 你也不看看长啥样 你知道吗 哥 一点都没有你帅 你知道吗 哥 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 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 是不是 我跟你讲花样花 跟你说实在话 在这一点上 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 是不是 我给你当模特啊 我可不会表演啊 就找几张照片就行 那行 那我给你找几张照片呗 行 不客气 不客气 可是我这女模特我还没找找呢 你就来呗 我不行 就我这个儿 我哪能当模特 你可别开玩笑 是 你个头是稍微差一点 谁呢 这样 我给你找一个 这人太合适不过了 你说 我媳妇你大嫂大美丽 你问我谁呢 你能不能认真想 我要那个儿高的 气质好的调顺的 大个儿 大个儿咱小区谁呢 哎 大美 哎 大美行啊 对吧 大美那个个头 那个气质 那个形象 尤其那个 我俩在一起 可是 哎 黄小华 黄小华 干什么 黄小华你出来 你看你怎么说说就急眼了呢 来来来 赵刚子 哎 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特别解渴 满嘴都是口水 你看你这人 我这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吗 那你要这样 你不用大美行吗 你自己找我不管了 就定大美了 赵刚子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为我考虑 啊 你去说服他 说服他 你自己的事 你跟他说呗 那我说了 他要是拒绝我了 我多尴尬呀 那我要说了 人家拒绝我 我不是也尴尬吗 至少我不尴尬呀 哎呀 这事 我求你了 我去不 他这人不好说话 你哥 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我只剩起一片事业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是是 我知道 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哎呀呀呀呀 这怎么得抖起来了呢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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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华 小华 小华你背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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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受不了这个 行了 你甭管了 这事哥给你办了 哥给你办 没事 你回去吧 等好消息 哦 你放心吧 我这一辈子我就见不得女人哭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 大美 我这一男一女 就希望咱俩来 啊 觉得你好 你放心啊 大美 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 广告一打出来 你到时候你就看吧 大街上啊 商场啊 这把都挂着你的照片 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 这么好的事 他自己咋不干呢 他找我 他有自知之明 他这个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把那个头 啊 那形象 那腿 这把那跟你一支 没法比 你说呢 真的 他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 是 是 是 哎 是你说这公交车地铁 都得挂照片 都挂 高速公路上也挂 我这忙我帮他了 这会我接了 你火速飞毛腿快点 全速前进 买花杂 我要洗澡 不是不是 等会儿 大美 你过来 买花杂是来不及了 你现在不用洗澡 你现在正好 你要再洗澡 你就容易太漂亮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你看 不清纯 对吧 天然去掉是 最好的 我 那这样吧 你总的允许我 非常简单的 普通的化个小淡妆 怎么样 可以 我等着你 小淡妆 马上来 我马上就来 马上啊 半分钟啊 搞定没 洗澡里面 我跟你们说 男人 就是要帮助女人 对吧 我聪明不聪明 就我这智商 哥 大美姐呢 搞定了 化个淡妆 马上出来报到 马上把它弄回去 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情况啊 哥 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那俩模特打来的 那个 他让我报价 我就报了一个 史上最低价 没想到 他俩答应了 马上来 你说气了没 他答应 他不能答应啊 你史上最低价 你不也得花钱吗 我俩不要钱 我俩是白送的 不是 白不白送的 我不是形似 他俩是专业的吗 你俩业余的 万一照片照坏了 我家产品卖不出去 我可上不起啊 不是你这叫什么事 我跟着大美全都说好了 你再跟我说说 我怎么说 大美的脾气 那不得跟我挤眼呢 对呀 你这事我可不行 你跟我说说 你自己的事 你给我说 那我去说了 他骂我 我说了 他不也得骂我吗 那至少不骂我呀 这事我整给大美 哥 难道你忘了吗 我 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我只成绩一片事业 我容易吗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难 好好好 好好好 行行行行 滑眼花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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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还超乌上了呢 你别哭了啊 这样 你别管了 我 我 我先跟他说 谢谢你哥 没事 你回去吧 你等会 滑眼花 一会你在屋里啊 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事 出什么动静 你千万别出来 为啥呀 你出来我就死定了 明白吗 这是我答应你 你回去吧 你你挑好吧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力 谁让别人抓住了呢 哈哈哈哈 大美 大美 大美啊 哎呦 怎么样 我这大伯浪 看一下怎么样 妩媚吗 我听讲啊 头套就这样了 旗袍已经找好了 丝袜也找出来了 啥时候拍 那个 大美啊 啊 这个 现在情况有一点变化 咋的呢 这个 平面模特 咱不能给他当了 咱不干了 用啥呀 是这样的 我跟他要点钱 他不给 他一分钱不给咱 咱不能干 不能给他干了 你还管人要钱了 要多少钱呢 一个人十块钱 十块钱 咱俩只十块钱吗 你赶紧跟人说 一分钱都不要啊 免费拍 主要能挂出去就行 赶快跟人说 道歉 不要钱 拍 不是 你大美现在不是 钱不钱的问题 现在是他提出来 你不能戴这个头套 不戴 他说那个旗袍也不能穿 不穿 丝袜也不能穿 光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说你这个个头不行 咋的了 我 我 哎呦 他没看 我有一个法宝 我有个半尺高的狗 是鞋 我这 咔一传 上老高了 咔 咔 咔一走 老高了 绝对够 我跟你说 大美 现在不是高的问题 他现在说 这个模特一定要低的 多低啊 个头不能超过一米四 这好办 拍照片一般都是造假的 我拍的时候我就这样 你知道吧 那不行 一照上升 那不行 人家这是全景 而且主要是拍腿 就要求这腿不能长 一定要短 多短啊 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的腿啊 好 你知道三十公分多长吗 多长啊 这么长 笑容 我跟你说 你就不靠谱 你知道吗 不要钱 还有三十公分的腿 就我的大条腿 我还得锯腿吧 你必须锯腿 我跟你说 以后黄友黄友不靠谱的事 你 你 你不要找我 行 你再找我 我就把你腿给你锯了 你放心吧 我要再找你 你锯我腿 不靠谱 有三十公分的腿 好 好的 好 回头吧 接着邻居 我聪明不聪明 就我这智商 我跟你说 我太聪明了 可不可 大危险呢 放心吧 搞定了 再也不来了 搞出来 什么情况 刚才我又接了一个电话 还是他俩打来的 在来的路上又接了别的活 不来了 我还得用大媒介 不是 哥 哥 你跟我说 我也没想到啊 你就觉得很死亡 这俩模特不来了 不来了 什么破模特 可不没你 你这职业操手都没有 没有就没有 说不来就不来吗 回头我骂他 把他电话给我 我给他打 太不像话了 你干什么玩意儿 你别生气一下 太坑我了 我知道 你是不是要坑你 你是不是坑我吗 是不是 跟人大美都说好了 鞠腿 你这玩意儿怎么跟人说 你再跟他说说呗 说什么说的 就鞠腿 你这玩意儿 你再跟他说说呗 我还不说 说麻烦我腿 说 干的 我小玩 我知道我有软力 我知道被你抓着了 你不能揉搓呀 你怎么这么揉搓 我受不了 你知道吗 小小子 哇啥买没买的 这等着洗澡呢 大美姐 小花 大美姐 我的天哪 你今天太漂亮了 我的天哪 哎 你这气势 哎 哎 就 我那个模特 要有你十分之一 我都烧高香了 不行不行 你那模特要求太特殊了 咋特殊了 一米四 谁说的呀 他说的呀 叫肛脏 你那神秘 你说瞎话 我啥时候说要一米四的呢 大美姐 误会 误会 你的身高 真正好 真正好 身高行了 腿也不合适 我的腿太长了 你要三十公分的腿 是他说的吗 就他说的 你啥时候看见 成人的腿有三十公分的 你是不是瞎说 赵刚子 我错了 我说吃毛 我有软肋 姐 这模特 非你魔术 你太完美了 真的 行 你看你这么有诚意 你知道吧 我这毛 我帮了 活我接了 行 我给你准备了好几身旗袍呢 我家有意义 哎呀你上我家看 我家家行吗 我要 我要 你干嘛呢在这儿啊 你怎么能俱腿呢 你赶紧买花仨 我要洗澡 你等会儿 买完花仨 赶紧换身好看的衣服来 别以为我模特不要钱 我就不挑剪 你让开 你敢都赖他 你一来就出事 不赖什么 解放领域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路窄不一定是冤家 就怕碰见俩棋吧